各位观众,这一期呢,我给大家介绍一款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梅塞施米特BF-110战机 BF-110远没有梅塞施米特出产的另外一款战斗机BF-109出名 但是呢,BF-110向我们展示了一款看似失败的设计 如果用对地方的话,那么它可以转变成一款非常成功的设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双发动机重型战斗机的这个概念 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双发动机之后,载重量增大 因此呢,就可以采用全金属结构,可收放的起落架,以及单翼布局等先进技术 当时的主流想法是,这样的战斗机对于双翼蒙布结构的单发战斗机具有优势 那么梅塞施米特BF-110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产生出来 BF-110从波兰战役一直打到伯林陷落 那BF-110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轰炸机护航 但实际上在整个二战的进程中 BF-110除了它这个主要的开发目的不精通以外 其他的任务完成的都不错 那么从后面这张BF-110的示意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BF-110有一个比BF-109长得多的机舱 因为它的机舱要容纳三个人 这个特点在最初阶段是饱受诟病 但是后来当BF-110被用作夜间战斗机之后 这个缺点反而变成了优点 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雷达设备和操作员 后面的这张照片呢 显示的就是BF-110机舱内部的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它比一般的战斗机的机舱要宽敞很多 1936年5月BF-110试飞成功之后 这款外表威猛的飞机就得到了格林的青睐 同样呢出于格林的天号 它对BF-10进行了鲨鱼血泵大嘴的涂装 1940年德国空军第76驱逐机联队 他们鲨鱼嘴涂装的BF-10 在法国战役中给西方的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从BF-10开始 二战各国空军在飞机上开始加涂装 这成为了一种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 1941年德国纳粹第二号人物赫斯的叛逃 他当时乘坐的就是一架BF-110 二战刚开始的时候 在波兰战场和北欧战场 BF-110的表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与它对阵的战斗机不仅数量有限 而且机型比较老 BF-110大部分时间是被用来对地面攻击 它所取得的战果一点也不亚于斯图卡轰炸机 但是到了大不列联空战BF-110的神话被戳破了 它的加速度和速度不足 躲避的时候行动迟缓 转弯的半径过大 尾部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这些都使得BF-110在英吉利海峡的上空遭遇到了它的滑体 本来按照设计BF-110的速度可以达到540公里每小时 但在实际飞行的时候 它最多能够达到500公里每小时 所以在速度上比英国的战斗机要慢不少 因此英国的战斗机都能够赶上它 那么从火力上来讲 BF-110的机头火力非常强大 有四艇7.92毫米的机枪和两门20毫米的机炮 可如果它被敌方的战斗机摇尾攻击的时候 它的后方防御火力非常的薄弱 只能靠一艇7.92毫米的机枪进行自卫 其实对于双发动机重型战斗机来说 机动性是天生的难题 那么在WG空战中 德国战斗机在数量上并不占有优势 再加上BF-109它的航程比较短 所以一旦需要对较远的目标进行轰炸 就需要BF-110单独护航 当BF-110单独面对英国战斗机的时候 它的损失很大 那么后来德国空军发现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降低BF-110的损失 就是BF-110机群采取首尾衔接的圆环阵 每一架BF-110都担负起 护卫前一架BF-10尾部的责任 这样才能减少BF-110的损失 但是这样一来 BF-110机群就失去了机动性 只能等待BF-109前来解围 或者英国的战斗机群失去耐心敌去 这是一种纯粹的 像乌龟壳一样的被动挨打战术 而且当英国的战斗机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轻松的破坏这种圆环阵 大波列宁空战开始的时候 德国空军投入了237架BF-110 到大波列宁空战结束的时候 他们已经损失了223架BF-110 实际上二战期间 德国空军必须靠源源不断的补充新的飞机 才维持住BF-110驱逐机编队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德国空军一共制造了6,170架BF-110重型战斗机 后来当德国空军主力转向东线 对付苏联空军的时候 苏联空军的战斗机密度 远远赶不上英国空军 所以BF-110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无论是拦截对方的轰炸机 对地攻击侦察联络 都能完全胜任 而且很快 BF-110在夜间战斗机这个领域 找到了自己的全新定位 和大多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不同 BF-110装备有完善的夜间飞行仪表 而且宽敞的三驾驶舱 也有足够的空间 来安装雷达设备和雷达操作源 并且还加装了最知名的武器 就是两门斜向上的20毫米斜射炮 有了这种斜射炮 BF-110在夜间空战的时候 它会从下方对英军的轰炸机进行攻击 不过它不会攻击基辅 因为基辅往往有炸弹 一旦攻击爆炸 有可能连攻击者一起被爆销掉 所以德军飞行员一般是使用BF-110 直接攻击英军轰炸机的机翼 而且这种斜射炮不使用夜光弹 所以英军的那些飞行员 他只能看到自己的有机突然起火爆炸 可是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有机 到底是被什么击中了 那么也有人看见德国的夜间战斗机从下方飞开 但是很少有人会把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和攻击直接联系起来 英国皇家空军整整花了9月的时间才弄清楚 他们的轰炸机到底是被什么击中的 直到1944年4月 一架BF-110在瑞士破架 英国情报机关才搞清楚这种斜射炮的存在 在夜间空战中大部分损毁的BF-110都是因为空中相撞 或者是被自己一方的高烧炮误伤 很少有BF-110是被英军的飞机击落的 在一些极端战力中 BF-110和英国飞机的战分比甚至达到了恐怖的1比30 1945年2月 德国的夜间战斗机王牌飞行员施弗纳 在一个晚上就击落了7架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 他后来回忆说 他们似乎是排着队等着我来杀 我击落第7架之后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我杀的有点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BF-110作为夜间战斗机 它辉煌了一刻 不过BF-110也和德国纳粹其他的先进武器一样 并不能扭转德国纳粹的败局 最终BF-110重型战斗机 还是成为了盟军和苏军的战力品 不过BF-110重型战斗机也告诉了我们 尽管有一些武器的设计它有缺点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 只要使用得到 扬床避转 那么这些武器仍然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不过BF-110重型战斗机 这个人脚要看哪里 那么这些武器又能够 是在某些人脚 不过BF-110重型战斗机 就多重型战斗机 不是你别人脚只能够 是在某些手里的品牌